我們跟老師介紹一下 如果您沒有藍綠幕 或者你剛好不方便使用 這個時候呢 你有沒有看到我這裡都有一個圓圈圈 我們OBS裡面可不可以用這種方式呈現 也可以 好 我們來試一下囉 來 老師您剛剛有進到我的虛擬攝影棚的那個資料夾有沒有 你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圓圈圈 所以我們也可以把OBS套一個這個進去 它就會變遠遠的 因為現在老師視訊畫面是不是都是四四方方的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來 這個檔案您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如果您忘記了在哪裡 您可以進到我們簡報的應該是第 第四頁 第四頁的右下角這裡是不是有虛擬攝影棚鏈體的相關素材 您可以從這個地方把它再抓下來 好 那我現在找到了之後我們來看一下囉 來 這裡我把這個 工作室模式關掉 現在您可以看到我在這邊 這個 就是四四角 那怎麼辦 來 你不用 那個 遮罩不用丟到OBS裡面啦 我們是去做設定的 來 請看這邊 有沒有一樣找到濾鏡 跟我們剛剛做去背一樣 找到濾鏡 好 當初我們用的是倒數第四個對不對 一樣在特效濾鏡這邊 現在麻煩你 從上面算下來第四個 我現在我只會數字而已 要嘛就上市要嘛就下市 通常下市比較不好啦 因為通常是 那個公司經營不散才會下市 好 上面在第四個 遮罩 按下去 一樣你可以給他一個名稱 好 我就按確定 這個時候呢 就要麻煩你告訴他 你們家的檔案放在哪裡 好 我把它點下去告訴他 我的檔案 是放在剛剛下載這邊 有一個遠遠的 遮罩 開啟 好 不見了對不對 為什麼 不是不是 因為他類型弄錯了 因為這張圖片 我是有幫他準備好 所謂的R法通道 就是透明度啦 他預設選的是顏色通道 也就是如果你 沒有幫他做透明 那他就用顏色來當作 我透明度的一個判斷 所以我就跟他講 我已經幫你準備好了 這樣有沒有感覺遠遠的 我站過來一點 有沒有比較遠一點 所以即使我的背景沒有去背 但是這樣子 我們在 這個場景裡面用的時候 是不是也還OK 這個時候就不見得要有什麼 講桌了嘛 講桌收起來 放到這邊來 這樣是不是也可以 因為也不佔空間啊 這樣效果也很不錯啊 當然如果你要再搭去背也是OK 只是說一般我們如果有搭去背 當然就 整個四四棒棒的直接去掉 就好了就不需要再限制 這個 角落 所以 有些 像我們要玩電競的時候有沒有 蛤 不是 就把人 兩個放在這裡 然後就兩個PK嘛 所以早上那個 我們 太古達人 我常常兩個人的 我就會找一個 頭像放在那裡 然後一個在現場 這樣就可以做PK的遊戲了 對吧 所以其實也蠻好玩的 你可以用這種方式 所以這個在OBS裡面 你也可以這樣用 那麼 剛剛呢 老師有看到就是我們這裡有用所謂的全螢幕式的 我們這裡不是有剛剛有用顯示器擷取 有沒有 我的 這個 轉個角度了 好 轉回來 顯示器擷取 變形變形 我再翻過來 應該是順時針 好 回來了 這個 這裡 裁切一下 這裡這樣切就比較沒有什麼意思 因為 是 全螢幕的 好 那 剛剛呢 我們用全螢幕抓進來的時候有一個好處 它有什麼好處 如果老師你們不太習慣 我先把它 重色變形 這樣進來 這樣是標準的 如果你們不太習慣就是 會有 自己看自己的 您就可以像這樣方式 我看一下我的視訊 喔 這裡打開 好 這樣子 那當我按下錄製的時候 我就把畫面縮小 我這裡 也先暫時 變巧字 放旁邊 平常 這裡關掉了 那你這樣在錄的時候 就照 老師平常上課的模式 您上課 不是就簡報打開 或網頁打開 是不是就開始上了 那 效果就跟我現在這種上課一樣 就是 有些老師不習慣看到自己 在螢幕上 那你就用全螢幕的 因為 在這裡面已經有 你自己的畫面了 只要你決定好你要放在哪裡 那我們錄影錄下來的時候 就跟我現在這個情形是一樣的 可是你又不會 因為看到自己有點尷尬 所以這就看老師的一個 上課習慣 至少 剛開始的時候 不習慣看到自己的 你可以用這種方法 那這樣 跟您的教學模式 基本上沒有太大衝突 OK 所以 老師呢 這個方法 你可以試看看 就是用我們剛剛講的 圓形的遮罩 有沒有 好你找到他之後 不用丟到OBS裡面喔 我們是透過什麼 濾鏡 透過濾鏡的方式 濾鏡 但是 這次是從 上面算下來第四個 之前是從下面算下來第四個 色度鍵 有沒有 現在算下來第四個 影像遮罩跟混合 好就透過這個方式 然後你進來之後 再來跟他講 你的 檔案放在哪裡 這樣就可以 OK 給老師再練習看看 所以我們剛剛這樣下來 老師可能就錄了兩段三段 待會我們就會有個軟體 麻煩大家下載 來一起做簡介